I like Radio 中國雷信網 起立續街 我是秀員大牌 歡迎各位再度回到今天節目的現場 今天我們特別邀請到了一位 賞豐旅遊達人 應該是這麼說 然後帶大家在這個馬上要到的秋天 先搶先迎去賞豐啦 尤其是日本是大家都非常喜歡的一個景點 特別邀請到了喜紅假期的旅遊達人 也就是我們的導遊李孝坤 哈囉 孝坤你好 各位聽眾大家好 我是喜紅旅遊的日本領隊 我叫孝坤 大家可以叫我瑞瑞 好 瑞瑞今天來呢 其實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馬上就要到的秋天這個楓葉 然後賞豐其實是大家都一直非常期待的 可是如果你搶完了 就基本上沒什麼機會了對不對 全世界都在搶不是只有台灣對吧 所以幫我們介紹一下 今年秋天的那個賞豐 感覺上怎麼樣 今年好熱呢 我覺得今天蠻有機會的 因為其實賞豐的三要件裡面 陽光 溫度 還有就是降雨 其實今年雖然前面很熱 那包含就是不知道你之前有沒有看到一個新聞是 東京下雨下到那個人孔蓋飛起來 我有看到說那個雨很重 但我沒看到人孔蓋 就是雖然今年的天氣就是剛好有颱風 可是因為其實如果楓葉 不管是楓葉或者是葉子在轉紅 水氣的話它有個先決條件就是 前半年的雨不能下太多 可是像今年它其實雨一下完就停了 它不會像是往年有一年是連續三個月 東京是沒有太陽 是嗎 這麼暗黑 超暗黑 那一年的楓葉在東京真的不好看 因為它將近半年沒有太陽照 然後要有太陽的日照 你看今年熱嘛 所以它太陽其實很足夠 那再來就是太陽夠水氣少 然後等就是溫度驟降的時候 現在就差一個就是溫度驟降 只要溫度降下來 其實今年我覺得各地 會不會推遲呢不一定 要看一下 要看氣溫 但是我覺得今年大概講上半年我們來看 就是蠻有機會的 而且是看到就所謂的有機會是一定會有楓葉 但是是漂亮的楓葉 是滿山紅的楓葉 因為如果就是日照不夠 坦白說你看到的楓葉可能不是偏紅 是偏土色或咖啡色 就有點燒焦的感覺 那樣就不美好了就在家看看吧 但是如果說瑞瑞其實有很多年的經驗 但是瑞瑞我看你很小欸 你有30歲嗎沒有吧 我36了 但是你當導遊很久了嗎 我在日本讀書的時候 我就做在日本當地的小團的導遊的就是導覽 然後回國的話就是當專任的領隊 其實從當初入行到現在大概十幾年了 那以行政劃分日本有47個都道府縣 大概是以帶團來說我大概帶客人去了43個縣市 幾乎都跑遍了 幾乎都跑遍了 然後你是不是也在那邊買了房子啊什麼 人家不是現在都是流行到日本去買個房子啊 然後到該賞風的季節就先提早去住的 沒有沒有沒有我不是我不是吳旦如 好啦那我們其實就輕鬆聊到說 現在其實是賞風的一個就是提前布局的好機會 那如果說朋友現在想要去這個就是賞風的話 其實我們現在日本的賞風是每個地方都不一樣對不對 要追著那個風月線跑 那日本有一個叫賞陰前線跟賞風前線 那日本的櫻花跟楓葉看的時間點其實是這樣劃分的 櫻花由南到北開 所以全日本最早開櫻花的地方 我們不能我們把沖繩先排除掉的話 那第一個應該是九州的福岡啊什麼的 那他可能過年一結束的時候就櫻花就開了 那楓葉由北到南紅 那全日本領土最北端就是北海道嘛 那北海道的話通常會有兩個地點 一個叫做陳雲霞一個叫楓平霞 那通常這兩個地方的楓葉會最早紅 大概以北海道來說大概是九月中就開始在紅了 那一路紅下來經過就是東北北路 然後再來到東京 然後甚至一路往就是關西大阪延伸 所以我特別請教一下瑞瑞 今年的賞風價錢會不會很高 因為其實你看這幾年就是雖然說日幣狂降 大家都很喜歡去 可是也是因為這樣的 所以日本的這個車子搶得很兇 酒店搶得很兇 導遊基本沒有人 然後服務業基本人也很少 所以就是種種的因素看起來其實今年會便宜嗎 會有機會搶不一樣的 我們自己私底下在聊 我們都覺得就是整個團費漲 其實主要還是跟航空 還是跟航空因素有關 機票 主要其實是機票 那其他住宿什麼的 其實就像剛剛講的 如果先講先贏的話 像我們公司有著鳥 所以其實你可以現在就開始做規劃 著鳥的好處大部分就是其實你可以比如說現在九月開始 那我們現在八月底 八月底其實現在先訂 如果說你在這個成團之前 然後你可以先下 然後你這樣就有機會得到一些優惠 而且這個優惠還不少 蠻可觀的 蠻可觀的 因為我們基本上節目上不能講價錢 然後也不能給大家說什麼東西 是因為我們不能節目太廣告化 可是介紹景點是必然要的 然後分析幾種不同的行程跟路線好不好 比如說貴公司 然後你們會 因為血紅其實很多年了嘛 然後也很有經驗嘛 所以大部分是哪裡賞風是最受歡迎的 大概是幾天呢 像如果時間比較長的話 我蠻推薦 比如說我們可以從北陸一路完到北海道 它有一個八天的行程 那像我自己很喜歡從北陸到北海道 這個八天的行程是因為它裡面有一個地方叫大內樹 它是東北的那個有一點像東北的白川巷河掌村河掌造 而且它是2009年 蠻有味道的 對2009年它有一部日劇在那邊拍叫做人衣 對那個地方楓葉很漂亮 而且這個行程它有做JR從青森到韓館 那講到韓館的話 最近不是有一個卡通叫做名偵探柯南 它的電影版剛好它的舞台背景就在北海道的韓館 所以我覺得就是除了賞風以外 它還可以去那邊就是如果是名偵探柯南的謎的話 可以去那邊看一看 然後當然我們會經過就是青森嘛 那青森它有一個景點 吃蘋果 對吃蘋果以外 它有一個地方叫奧路賴西 對它那個14里半的一個溪流 那以秋天來說在那邊賞風真的是很漂亮 它是一個很療癒的聖地 但是我常常很好奇 比如說我們現在追一個八天的賞風團 但是風看起來基本上差不多 而且就是人會一直搶 就是人會很多 所以我們有的時候會需要有一些秘境 就八天都會有一些不同的 就我們會換地方嘛 但是基本上都是以有楓葉的地方為主對不對 那除此之外就是我們看了楓葉之後你還會推薦我們 秋天還有一些什麼特別 比如說有些美食啊 然後螃蟹啊 或是什麼東西 是不是美食也是一個很值得推薦的 像如果你秋天來日本的話 其實鮭魚啊 或者是那個秋刀魚都非常的飛美 然後其實秋天的香菇跟稻米 它的味道也會比夏天的時候還要來的濃厚 所以這些都是可以給我們的那個喜歡去日本旅遊的朋友做一些參考 為什麼大家其實特別喜歡日本呢 第一個是就是人家是乾乾淨淨嘛 而且每個地方其實都感覺上讓你覺得很平和 日本人講話其實是不是 就你在那上課的時候是不是也是 就是他們非常有禮貌 然後是平常就我們看到的電影上那樣的嘛 也就是送個課 然後你的遊覽車走了 他要鞠躬鞠二十次 日本人的習慣是送人送到看不見 所以如果你們有機會去日本旅遊 當你就是退房 如果剛好工作人員有空 常常都有空 我們每次去他們都在門口好久 然後我們就要一直刷玻璃 你可以觀察一件事 就是當那個遊覽車開走了以後 他還會在那邊一直揮手鞠躬 所以剛剛是說我們從北部開始跑 然後到北海道嘛 然後大家就可以去賞風的這個路徑 通常你會覺得就是賞風的時候 我們怎麼樣可以有拍到更美好的景 然後我們一路看的時候 是不是也要追那個最前線 會不會有追不到的時候 偶爾 很白說因為像以這個八天的行程來說 他最少可能橫跨快五個縣市 所以我們公司在特別在製作這個行程的時候 我們不只是去賞風 我們當然還有您剛剛所提到的秘境 比如說像去銀山溫泉或是說我提的大內術 還有一個就是你看到了秋天大家都賞風對不對 其實我們有安排一個很可愛的行程在裡面 就是去那個國營的長鹿海濱公園 那個是在長鹿海濱公園 他主要在10月左右他可以去看一個東西叫掃把草 他也是紅通通的 然後其實那個很可愛 當然在大內術有的時候也看得到 然後這個行程就是除了這些以外 我們到北海道去除了享受當地的美食大自然以外 他還有去看餵熊 還有去那個熊牧場 什麼熊啊 真的大灰熊嗎 真的是 對應該算是大中熊 大中熊 真的我覺得其實這個都還蠻特別的 就平常大家可能去看一些可愛小動物去 但是要看大中熊 是在一個什麼環境的 就是你說的公園嗎 在一個牧場裡面 對然後我們是居高臨下去看那些熊 如果時間到很多很多 你可以就是甚至可以餵熊的餅乾 或者是他如果主辦方他有準備蘋果的話 你可以餵蘋果 你就聽到那個熊這樣 咔嚓咔嚓 還會叫喔 會會會 我以前出外景的時候有一次在土耳其 然後就看到有一個人牽了一隻熊 然後他穿了一件紅色那個毛衣枝的背心 然後脖子上鑲個鏈子就在山地上走 我們到時候還在想說 不是訓話了很好嗎 對不對 然後就是表演的嘛 應該是蠻親人的 所以下車就去了 結果導演說你跟他互動一下 結果我就過去想要互動一下 結果他一把爪子伸過來 他是友善的 但是他沒剪指甲 還蠻可怕的 其實我真的覺得有的時候可以觀賞一下 就每個地方不同的一些生態 人家保養的也蠻 保持的也蠻好的 我們待會在下一段節目當中 再來聽瑞瑞好好跟我們分析一下 喜歡日本的朋友要鎖定一下 趕快來搶風 我們來聽聽陶哲的說走就走 馬上回來 中文流星王起立世界 歡迎各位回到今天節目的現場 喜歡日本旅遊 用賞風的朋友有福辣 今天我們特別邀請到了有十幾年的帶團經驗的 喜宏假期旅遊達人導遊 也就是瑞瑞李孝坤 今天他在現場把他的十幾年的 那個功夫密集都帶出來 讓喜歡看楓葉的朋友 可以提早預約先期 我先問一下 現在是不是各大旅行社都已經把這個行程推出來了 現在上去看得到了嗎 你們家看得到了 到幾月份都會有楓葉 北海道最早大概九月中 然後最晚大概會譬如說大阪關西 甚至九州地區大概是到十二月 到十二月還可以看楓葉 取一個中間值 因為九月來的話 就是北海道是剛開始 那其他地方可能比較晚 所以我們的行程設計大概是從十月左右 十月的前中後 所以其實十月份是一個最好的季節 天氣又不熱 然後又可以賞風的時候 然後我們其實如果說你剛說最長的時間會八天 短一點的有五天四夜的 那走的那個方向呢 比如說你們現在是在日本的哪一些部分有一些不同的行程 像剛剛講八天它是比較著重北路北海道 它比較著重大自然嘛 那如果是五天四夜的話可以參考就是 比如說我們從東京出發 然後去清景澤經過河口湖 那我們塗裝還會做一個叫LaViu的列車 這些列車你剛說這叫什麼LaViu LaViu跟JR怎麼不同 它是一個知名設計師設計的那個列車 那它這個列車在坐的時候就是一個很大的落地窗 而且它的車頭比較不像那個一般傳統的JR 它是一個鼻子尖尖的那個造型 我覺得它比較像我們小時候看過一個卡通叫假面騎士 它就是很大的那個眼睛這樣子 但是它是屬於快速列車嗎 對 仍然是嗎 JR 也是JR系列也是JR的一條線 對不對 我其實很喜歡坐日本的火車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每一次他們都會在其中的幾節車廂 有一些特別的設計 我有一次看就是經過寒動很多的部分 好像我上次去哪裡啊我想想看四國 然後他們就經過寒動的時候就全部暗燈 然後裡面就那個屋頂上有星星燈啊 然後穿過的時候 然後你又可以看到外面是有柿子啊 有些什麼就是那種坐車的感覺很好 每一次坐車的時候其實這也算是一種不同的移動方式 我覺得其實全部有的時候拉巴士的時候 大家會覺得比較無聊一點對不對 所以這種線就是你們從南到北都有嗎 有一些不同的那個行程的話 像我剛剛講的這個他到時候還會去清淨澤嗎 那我們途中會經過河口湖 河口湖現在有一個知名的聖地 就是我們除了到河口湖看那個富士山以外 他有一個紅葉回廊 在那個地方賞風真的 紅葉回廊啊 真的啊 他是一個被用楓葉堆積起來的一條步道 然後他就是真的像紅葉的隧道一樣 但是他是天然紅葉嗎 天然的 是喔 因為你剛說堆積起來就是他葉子掉了還是什麼 不是 他就是一整條的那個楓葉隧道 所以車子可以開過去 車子停旁邊然後我們人在裡面走 所以就是拍照很好的網美景點 然後如果有去就是東京這邊的話 我特別推薦像我們剛剛有講到河掌村 那在富士西湖那邊有一個療癒之禮 他也是河掌照 如果你去的時間對的話 你可能可以看到富士山座落在你的眼前 然後旁邊是河掌照 然後還有楓葉三個東西在一起 他是一個很特別的體驗 如果剛好是下午去的話 甚至夕陽西下的時候 你可能可以看到赤紅富士 對齁就是那個夕陽落下來 剛好在富士山的頂上 所以十月的時候富士山一定是都是白頭嘛 就是那種感覺是特別漂亮對不對 我有一年去爬富士山真的爬死我了 因為我覺得他的沙利好難爬喔 真是沒有抓地力你爬了沒有 可是你那個時候去爬人應該不多吧 現在才爬富士山要像行軍一樣 我應該就是那時候我也幾年前五年前吧 五年前應該還不至於 現在是前面的人走一步你走一步 所以人很多現在人非常多 那我們那個時候是我真的爬不動 還記得鞋沒穿好 還把那個一個腳指甲給爬掉了 但是我覺得日本人好厲害 他們爬富士山一天可以爬好幾次 上上下下你也去了嗎 我有去 但我覺得我的朋友比較厲害 他爬富士山是當天穿著Timberland來回 可是以前人比較少 現在就是又要預約什麼的 我是上去住了一個晚上 然後我第二天下來的時候 金剛廊上去 我怎麼沒有碰到他 就是沒有住在一起了 但是路上有錯過 我就覺得還不錯的 但是我覺得其實像你們也有 那個富士山的這些行程嘛 所以如果說朋友其實你們現在就喜歡日本縣的朋友都可以到這幾家 就是大家非常熟悉 比如說今天我們是喜紅 你就可以到喜紅的官網上找你喜歡的行程 有的時候其實你楓葉還是可以選擇你喜歡的點 其實每個大城市裡面基本上都會有一些地方是有楓紅的對不對 所以是可以追得到嘛 但是有一些我看今年其實是不是有很多的二線城市 就是不像是東京啊大阪啊或者清景澤這麼熱鬧的地方 然後也會有一些特別的線牌出來 像我們公司特別準備了一個北陸的行程 給我們分享一下 超愛 這是我們專門的包機從小松空港落地 然後我們這個行程最主要的特色是 就是我們會去黑布立山 可是那時候封山了嗎 沒有 還沒還沒 幾月封山啊 封山的話大概等就是封業季結束 大概12月多他就差不多要封 然後要封到第二年的那個春天 對不對 所以好啊那這條線不錯這條線是幾天的 這條線一樣是五天 北陸五日遊 所以大部分的時候其實都一般順應我們所有的台灣的朋友 喜歡去日本但是可能有卡個假期嘛 所以五天四夜其實是一個最核算的時間 但如果你比如說你現在其實是比較可以自由的在家工作的 或者是說已經有些退休族啦或什麼的 你們喜歡的時候真的可以參加八天的對不對 八天的我覺得很過癮 很推薦 很推薦 因為為什麼其實大家常去那個比如說像是北海道 通常你可能就是只到北海道的某一個部分 然後他幾天就玩完回來 那北海道可以玩的東西真的還蠻多的 對啊 而且像剛剛講那個八天的行程 我覺得 會拉哪一些景點 他還會融入日本人的生活 對 比如說他們八天裡面我們還會去看到的就是 以北海道來說他有一個賞風的見情緣 或者是如果我們到青森的時候 建情緣 建情 晴天的情 它是一個已經變為國家保育的一個指定區域 它是賞風在北海道很有名的地點 然後我們還會就是去看很多的城堡 譬如說像是風險城 對或者是松賀之城 那個惠金的洛松賀之城 對然後還有上看很多的自然景觀 譬如說像是湖泊 譬如說織物湖啊 或者是大澡國定公園 那如果喜歡比較古色古香那種老城區的感覺的話 這一次我們還會去到秋田縣 有個叫腳管的五家福屋 它也是春天賞鷹 秋天賞風一個很棒的地方 而且當地就是因為是秋田縣 它有很多在地特色的人文風景的美食 我看到你幫我介紹了有很多 比如說山形線其實是一定要去看什麼 銀山溫泉這些部分 所以我們除了就是賞風之外 其實泡溫泉在日本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行程 就是一定要體驗的啦 待會在下一段的時候好好給我們介紹一下 我們先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歡迎各位再度回到今天節目的現場 我們特別邀請到了喜宏假期旅遊達人 其實也是經驗豐富 但看起來很年輕的導遊 也就是李孝坤 瑞瑞 瑞瑞其實剛剛在廣告的時候跟大白講說 我們有一個資訊要跟大家補充一下對不對 是 麗山黑布它的風山時間的話 它今年開山大概是到11月30 4月15到11月30左右 所以這個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就是如果一定很想去的朋友 可以考慮一下這個時間以外的時間 就是開山的時間是比較重要的 我們接下來再講講就是說 我們去這個泡湯 其實有沒有一些泡湯跟看溫泉 有沒有一些什麼技巧 你是比如說要跟大家一起來講一下的 枫葉應該怎麼賞 比如說是早上看呢 還是傍晚看是特別漂亮的 還是其實在每一天的過程當中 因為日本人也搶著看風對不對 不是說看櫻花跟看風 然後就是會有一些新人都會先拿個毯子 先去底下鋪著 就是先搶先贏對不對 那我們的團員怎麼看 除了譬如說正常的時間看以外 其實也可以晚上去看風 夜風 夜風 夜風的風景也蠻漂亮的 甚至有的人其實 你只要晚上經過路邊 搞不好有看到風的話 你稍微燈光補一下 其實那個楓葉它整個鮮紅的程度 它是很美的 所以今年期待會有那個紅紅的風紅 不過我覺得九月底到十月的部分 也許有一些地方還沒有全紅 但我覺得在那個季節交換的時候 其實會彩色對不對 有的是黃黃的 然後有的是橘橘的 然後有的是紅紅的 那個拍起照來也是相當的美 我們再了解一下 到日本其實既然我們有八天五天 各自不同的時間 我們可以充分的了解一下 像你這麼內行的那個旅遊達人 你都事先會去採線對不對 然後你會把大家想要吃什麼 想要可能喜歡住什麼樣的旅館 然後有一些比較傳統的 那有一些是比較日式的 然後有一些比較不一樣的一些形式的 可不可以給我們介紹一下 住宿會選擇一些什麼樣的地方 然後可以泡湯對不對 像住宿的話蠻推薦 就是除了住溫泉飯店以外 比如說如果是剛剛講我們去北路的話 通常我們會去住宿到平湯溫泉 或者是飛陀的那個地方 飛陀也不錯 或者是到安芸野 也就是長野縣 享受他當地的那個溫泉飯店 而且如果是到安芸野的話 那個地方因為他地勢比較高 所以有時候晚上 如果你到戶外 其實他路燈比較少 甚至上面是 你有時候泡完溫泉 你可能出來 你是可以看到星星的 我覺得這樣寧靜的城市也不錯 因為現在有一些的 其實朋友們說大城市喜歡日本的人都去過了 所以有些時候他會喜歡一些比較偏安靜一點的 然後人比較不是那麼多的 感覺上比較舒服 那瑞瑞我再請教你一下 就是現在其實有很多的朋友們想要帶家人 或者是老人家去賞風 那這些路線都適合嗎 那個走路累不累啊 比如說我們會有一些什麼樣特別的推薦的地點沒有 你現在其實有很多行程 那你會推薦比如說適合帶長輩的去哪裡 然後小朋友可能就是比較適合像東京這些地方 可能有一些樂園 然後也可以玩一玩 可是其實像我們公司這次推出 針對賞風的話 總共有三個行程 其實我覺得不論是哪一個 和家老少其實都蠻方便的 因為第一個就是你跟團的話 當然移動交通什麼的話 第一個是導遊會照顧 第二個是我們有交通工具 那雖然說像剛剛所提到的北路 它上那個麗山 或者是我們有去一個景點叫上高地 因為它都是海拔比較高的地方 它的確日夜溫差比較大 可是說實在話 那幾個地方真的是太漂亮了 真的很推薦就是一定要帶家人去看看 其實剛剛後面所提到的上高地 它是神明的居住地 我趕快介紹一下 我覺得這個也蠻有味道的 對啊它就是它是高山環繞 然後有點像小橋流水人家一樣 它那邊有非常豐富的水資源 那甚至發展成那個就是水壩 然後有一個大鎮池 那我覺得那邊的景色是真的很宜人 而且那邊如果體質比較敏感的人 其實你會覺得去到那個空間相當的療癒 就是體質敏感的人 我們一定要讓自己敏感一點 就是感覺上 去那邊有療癒自己身心的作用 而且我覺得那個就是人家日本人 他的那個就是拜神明的方式也蠻好玩 就是一定要拍幾下手 對如果是拜神道教的話 有差別嗎 對因為你在日本如果你去譬如說金龍山 淺草觀音寺 你就是雙手合十 但如果我們是譬如說去拜日本才有的神職 神社什麼的 那我們是二拍二敗再一鞠躬 那這個如果看不懂的話 或者自己不了解 因為我們通常是到哪裡人 看看人家就是覺得一定要進來打個招呼 不要亂拜看前面的人怎麼拜 男性如果不清楚的話 其實你只要跟喜紅旅遊的團 喜紅旅遊帶你精彩遨游 導遊都會教你 你現在都會帶團嗎 會啊 你現在還帶呢 我想說你是專門來上節目的 算是已經是明星級的導遊了 那再跟我們講一下 那個明治神宮外面的銀杏大道也是很漂亮的嗎 銀杏大道很漂亮 那個時候是銀杏的季節對不對 對 而且我後來特別去比較一件事情 我覺得其實在日本看銀杏 是很美的是因為日本人 他們會真的會很仔細去修剪那個銀杏樹 當然品種也不一樣 而且銀杏是一個因為戰爭也好 因為環境也好 他們特別去種的植物 那銀杏樹隨隨便便都可以長超過300年 好的 其實剛剛聽瑞瑞跟我們講說這三條路線 我們雖然講的比較分散一點 但是其實主要的內容都是 就主要讓大家一定會看到楓葉 然後一定可以去泡到湯 一定可以吃到美食 待會在下一段的節目當中 我們要了解一下 就是說如果這次我們其實可以去賞風的過程當中 有什麼美味可以吃的 我們住的是不是很舒服啊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中文雷星王 起立世界 歡迎各位再對回到今天節目的現場 喜歡日本旅遊賞風的朋友 千萬注意一下今天我們的喜紅假期旅遊達人 也就是導遊孝坤瑞瑞今天用他非常誠懇的心推薦了三條路線 雖然不只這三條啦 就你們公司路線還蠻多的對不對 有些很多 對 所以就是讓大家其實可以在不同的時間點 或者是根據各種不同的喜好來選擇你的路線 但這三條呢 不過我們剛剛特別講說這個東北啊 北陸的然後東京啊像這些 都是蠻熱門的路線啦 所以你自己也覺得不錯 那接下來我們要聊一個比較 大家都想知道的好吃的美味料理 因為有的時候其實會跟團出去啊 第一個是大家其實可能會覺得說 來日本嘛就要吃日本料理 但有些團會包一個什麼中餐啊什麼這些東西 我們有自由的時間可以去吃吧 然後也有包日餐對不對 而且其實我們的行程其實都會有一些時間 是我們比較到都會的地方去 那如果你吃完我們公司安排的料理 你覺得還不夠 因為其實我們有特別選當地特色的餐食 那如果覺得還不夠的話 其實去大城市晚上去吃個拉麵啊 去酒屋 或者是享受當地特有的餐食也是可以的 喜紅其實以前就排的真的都是蠻好的景點 然後吃的也是真的相當不錯 不過我覺得每一個到了日本人的以後 就是到了日本以後想要吃東西的人 不會只安分的吃晚飯 因為他們接下來要逛街 逛完街以後要喝啤酒 然後要去那個什麼小居酒屋啊坐一坐對不對 所以我們會是有這個充分的時間 讓大家去自由的這個半日或者是一日對不對 就買東西啊 可以啊就是晚上啊 到了飯店以後 我們就是通常會帶你們到市區逛一逛什麼的 對然後到時候就是如果有想要特別吃什麼東西的話 問一下導遊他也會推薦對不對 我一直覺得這一點是就是我自己是不安分啦 因為現在其實日本跟台灣一樣 就是我們的交通遊覽車的司機 都有一個定點下班的時間 因為不能超過公時嘛 所以可能在六七點以後的時間就是屬於大家自己的 對現在日本的巴士規定蠻嚴格的 不能疲勞駕駛 對能用車的時間大概只有10到11個鐘頭而已 也算多了啦可以 但平常我們的那個就是行程大部分都很早起 但是自從有這個規矩以後 我就記得我每次參加這個日本的旅遊的時候 可以九點鐘才出門我就覺得很高興 因為大家不要那麼早起 然後晚上可以自己的自由時間逛逛街 但白天應該看到的景點都有看到了 那你剛剛說在廣告的時候 你跟我說說東京有個燒肉很好吃 是你們特別去預約的對不對 對那個是現在台灣人應該都有聽過 很紅的叫序序苑 序序苑 我也有聽過但沒有吃過 你看我們那個小殘鬼的 我們小蜜魚好吃是吧 燒肉 而且如果去東京就是清醒澤那個行程 到了清醒澤的時候 他那邊也有很多的特色的甜點可以吃 然後雖然說東京好像比較吃不到海鮮 那我們公司會特別準備一個就是螃蟹的放題 就是螃蟹吃到飽 螃蟹可以吃到飽喔 好啦所以衝著這個都要去了對不對 因為我記得其實之前呢 大家就是說因為我們很多的螃蟹都日本進口的嘛 什麼松葉蟹啊 然後這些這些都是可以吃到很舒服的 那到東北的那條線就一定可以吃海鮮喔 對除了海鮮以外 其實東北他們每一個縣市都有特殊的餐食 然後我們除了當地特殊的餐食以外 因為您剛講東北北海道這個八天的行程 他最後到北海道嘛 所以除了東北的特色餐食以外 北海道那邊也有很多有名的海鮮啊 甚至是海膽 海膽汙泥 然後我覺得那個汙泥其實真的也是 而且日本的汙泥比我們想像中的便宜多了對不對 對而且我必須坦白說 如果我們不是住在澎湖啊 我們不是真的就是有能力 那個水產的出產地 對自己開那個海膽來吃的話 其實到了北海道 你說我們可以自己開嗎 不是不是 希望大家自己開有點困難 真的那麼多次 很希望大家可以放下在台灣的成見 真的到了北海道以後 去吃吃看北海道的海膽 因為像我昨天我才去壽司廊就是陪朋友吃完 我發現味道不一樣 還是有差別 他們的東西已經很棒很新鮮了 但是我覺得 你有機會你真的到北海道走一遭 你吃吃看那個海膽 你會發現哇 他就是一個很濃郁很鮮甜的布丁 其實講到這個我都流口水了 我以前其實早期的時候 我還不太敢吃海膽 後來我其實是在日本吃了一次海膽以後 我就覺得 而且如果是那種新鮮的海膽他給你一整盒 我們台灣大概要賣一兩千塊 其實在日本大概四五百塊錢就可以吃到一個盒子的海膽 然後其實你真的就是如果你的酒店晚上想吃一點 然後有個小冰箱帶回去自己吃 我就記得我們有好多美食達人都是這樣做 而且因為北海道的行程 東北北海道這個行程 他最後會入住就是在北海道市中心叫雜晃 那如果就是聽眾朋友他們到時候去了雜晃 其實晚上要吃拉麵 要吃燒烤 最近雜晃很流行一個就是深夜的甜點 那個對體重不好吧 可是你知道嗎 原本我們都想說居酒屋才會開到凌晨三四點 可是現在居酒屋他可能一兩點就關了 但反而凌晨三四點還有開的是深夜的甜點店 專門吃甜點嗎 對可能是芝麻聖袋或者是冰淇淋 因為北海道的奶太厲害了 超級好吃 很多女生都喜歡在晚上去吃甜點 好的所以現在其實有很多的朋友已經很想打電話了 我們給各位一個我們中廣小美女的電話 02-2500-5566 02-2500-5566 大家如果想現在先搶先贏的楓葉 這個就是最前線的這些旅遊行程 可以先打我們的中廣小美女的電話 我們會轉給瑞瑞跟轉給喜紅 希望可以為大家服務一個非常好的內容 祝大家玩得愉快了 我也都想搶了 好謝謝兩位 然後我們今天來聽聽蘇塔綠的遊樂 四點十五月圈主持的美食來哈拉 See you tomorrow Bye Bye